每次跌下來都很不甘心 明明你可以做到 但你不相信自己的腳 不相信自己的手 你不相信自己的身體可以去做到 有一年我突然瘦了15公斤 醫生診斷了我 我是一個甲狀線亢奮 很接近死亡的狀態 當時我也躺在這裏 到底我可不可以走出這個地方 大腿的力量是心裡的信念 這一刻走出來 可能天給了我機會 去接觸攀石這個活動 目標其實只是頭部 頭部就是唯一今天想去完成的東西 在那個中間的關口 很多時候我都會跟自己說 你可以的 捱完這一刻你就完成了 運動和音樂 他們兩個是很遲的 少一點堅持都不行 自己喜歡那件事 我就會把我的熱情放下去 然後把你的熱情放下去 然後再看一次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